马哈瓦吉拉龙宫继位四年时间,33位美眷加厉的恩宠显得有些煎熬,都不能真正得到君主的心,即使后宫霸主也只能体会短暂的优待,却并不知道接下来苏提达会不会失宠。 毕竟早在去年就有过这样的格局洗牌,充当门面和吉祥物的霸主远赴瑞士。苏提达确实有着亮眼吸睛的崇高地位,但是恩宠的摇摆也在同一时间得以呈现。 接连出席活动的后宫霸主独得君主恩宠,可惜面对这样的极致殊荣,没有人能做出任何保证。 因为马哈对待感情总是会随心而愈,这样的画面对于读者和粉丝早已见怪不怪。 前朝王室的后宫家力层出不穷,纵使马哈现在独宠苏提达。 然而,后续的宫斗剧情和走向的发展还在持续推进。 由于后宫霸主已经有着44岁的年龄,美人耻目的短板也在悄然地出现。 进而后宫的20岁的心扉更加具备优势,足以争宠竞争后宫霸主,按照时间线做出解读。 苏提达相续出近上半年的庆典活动,不论是出席慈善, 还是亮相泼水节,都能衬托出属于异国之母的绝佳殊荣。 体现出优势的同时,后宫其余宠妃并未亮相同台争宠,不得不说在名头和能力上。 后宫霸主确实拥有站稳脚跟的高情商,苏提达无论是在穿搭的得体搭配上, 还是配饰的别处心裁上,都有着拿得出手的小心思和小手段, 至此马哈才会选择重新信任后宫霸主。 因为不管苏提达怎样做,名义上后宫霸主还是前朝王室后宫的正妻, 这就意味着霸主有着优势。 同样有着段位优待,前朝王室的庆典活动,苏提达理应出镜上演帝后申请。 其中的深意并非难以理解,这样做不仅可以安抚百姓, 同样也能稳定站位在苏提达身后的王室成员。 感情出现和谐的一幕,对于马哈裔或是对于苏提达,都是一种好的安排。 因此两人才携手同框出镜,苏提达有着不可替代的能力和优势, 相对于后宫加厉的心非而言。 拥有学位和心机的苏提达,足以充当活动亮相的门面, 而在这一点上宠妃和美眷显然还不具备资格。 毕竟,陪伴马哈14年的后宫霸主,懂得如何增添颜面, 妃嫔不过是彰显君主优待的附属品。 施妮娜和希拉米不能亮相出镜,相许缺席庆典活动, 其实这在安德鲁看来同样不难理解。 苏提达虽说没有前王楚飞一样的盛世美颜, 不具备施妮娜一样的千娇百妹。 可是后宫霸主的头衔便能弥补这样的缺陷, 只因为能力者和失败者确实不在一个级别上。 前王楚飞其实还好说, 亲生子嗣提帮工学业有成已经回国, 出席活动王者归来。 但是希拉米却并未正式回宫, 由此可见希拉米还不能名正言顺的高调亮相。 想要顺势翻盘, 只能静待时机, 提帮工庆祝生日宴, 离开后宫八年的前楚飞才能拥有回归的机会。 施妮娜的的困境想必不用说, 读者也知晓其中的原因, 懂得卖蒙讨好君主固然重要。 可惜这位同样陪伴君主十四年的宠妃, 拥有的只是妾室的头衔, 高段位的庆典活动。 施妮娜亮不亮相并不重要, 重要的是有着苏提达的出境, 空姐背后的扶持者才会心安。 截止到目前为止, 苏提达借用要封得封, 要语得语, 加以权势都不过分。 读者内心清楚地知道, 现在的后宫霸主独自包揽公务活动, 不仅同旷马哈笑脸相迎, 还能同台三位王室子嗣优雅出境, 虽然没有亲生子嗣陪伴, 却有着皇家子嗣相伴身侧献傻旁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谢谢大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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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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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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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